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梦记》和《迷藏》系列 其实雕塑看似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实每一个雕塑的创作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个原型 我之前养过的一只猫 它在我的整个创作过程中陪伴了9年 等它去世了以后 我用我独有的方式怀念 所以最后我做了一只老虎的雕塑来纪念它 这件作品的名字也是以它的那个名字命名的 所以说一个好的雕塑作品 它可以承载传达作者的情绪 这种情绪就体现在了作品的形态上 在每次跟它接触的时候 都会感觉像是在跟它对话 你见到的事物 你接触的人 不同的处境 都会让你内心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雕塑又是有包容性的 它就会让你慢慢地沉淀下来 创作一件作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是一个泥塑的创作阶段 这个阶段多则几个月 少则也要几天 接下来就是翻制和铸造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这种彩绘的过程 整体的时间很难把握 所以说雕塑是一个持续性的 慢热性的工作 这个过程中需要你不断地 刺激自己的感官 挖掘自己的内心情感 来保持这种热情 把这件作品完成下去 雕塑创作是用双手 把情感和现实联系起来 看似用的是手 其实用的是内心